sold out 原型是sell,s-e-l-l,sell out 表示都卖数据了,也就是都卖光了呗,那本天课文主要讲什么呢,讲的就是我跟朋友想要去看一个表演,然后想去买票,可是票没了,诶,正好赶上这个时候有人来退票,那你看机会来了是吧,我就赶紧冲上去了,那结果怎么样呢,咱们点到课文当中再来看,首先呢,请大家先来跟我读一下生词,follow me,第一个匆忙,hurry,hurry,售票处,ticket office,ticket office,另一个遗憾的事,pity,pity,大声的说, explain,explain,退回return,return,下一个悲哀的悲伤的sadly,sadly,好,我们一起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些单词,首先看第一个单词hurry表示匆忙,如果想说匆忙的赶去某个地方,可以用hurry to再加上地点,比如说本篇课文当中有这样一个词组,hurry to the ticket office,匆忙赶去了售票处,怕来不及了对吧,所以用的是hurry to,好了,接着往下看,口语当中经常呢这样一句话,hurry up,什么意思呢,你赶快点,快,是吧,hurry up, 用来催促别人,是吧,如果想说匆忙的,也可以说harriedly,这是一个副词,一般情况下副词主要就是动作,所以可以说do something hurriedly,do something hurriedly,好,那接着往下说,售票处,ticket office,ticket表票,office表办公室,所以跟票有关的办公室嘛,就是售票处呗,对吧,好了,下一个pity表示令人遗憾的事,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二课当中给大家讲了感叹句,感叹句 想要感叹名词,哎,得用哪个词呢,用what来感叹,所以如果想感叹多么遗憾的事啊,可以用what a pity,what a pity,好了,再往下看下一个单词return,return的作为动词除了表示退回,还有回来,回到某个地方的意思,return,return the books,退回去这些书,return home,返回家里面,好,它除了作为动词使用之外呢,还可以作为名词表示返回,比如说,我们在这个去海关的时候,比如说,尤其像去到一些这个像美国啊,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国家, 一般情况下,你要想去那个地方旅游的话呢,多半他会要求你,哎,有往返的机票,因为他就怕你黑的那个国家,是吧,就变成非法人口了嘛,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要求看你往返的这个票,回程的票,这时候怎么说呢,叫做return ticket,所以在海关的时候有的时候,大家这个通过的时候,人家会问你,sir,或者是madam,女士叫madam,对吧,may I see your return ticket,may I see your return ticket,哎,我可以看一下你的回程票吗,return ticket,就表示回程的这个票,对吧,好了,因为你想啊,好多人去美国玩,是吧,就买单程的票,你不买回来的,那是不是说明你有嫌疑要留在那儿, 是吧,所以一般情况下,要求看你,return ticket,回程的机票,好了,那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词,satly,副词表示悲伤的,去掉爱外之后,变成他的喜用词,喜用词的,伤心的,好了,以上呢,就是本篇课文的生死部分,大家可以回去阅读一些课文,然后呢,我们再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。 Susan answered,I hurried to the ticket office,may I have two tickets please,I asked,I'm sorry,we've sold out,the girl said,what a pity,Susan exclaimed,just then,a man hurried to the ticket office,can I return these two tickets,he asked,certainly,the girl said, I went back to the ticket office at once,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 please,I asked,certainly,the girl said,but they're for next Wednesday's performance,do you still want them?I might as well have them,I said,sadly. 其实在十七课当中给大家讲过了must,我们今天呢,接着给大家讲,讲另外两个情态动词,一个是may,一个是can,好,那在讲课文之前呢,首先呢,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,大家记彼的十七课讲过,情态动词,情态动词,可以表示不同的情绪态度可能性,对吧,注意,它不能单独用,它必须要加在动词原型的前面,因为情绪态度这个事很虚,对吧,你得把情绪态度作用在某一件事上,所以在后面一定要加上动词的原型,这个大家别忘了啊,好,那在讲解课文之前呢,首先呢,咱们先处理 第一个情态动词may,咱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用法,首先呢,请大家注意,may作为情态动词,它的第一个用法呢,就是它可以表示推测,可能怎么怎么样,注意,回想一下,我们在第十七课当中呢,也讲过must这个词表推测,这个must表示推测和may表示推测,其实用法是一样的,但是唯一的一点点小区别就在于可能性不同,must呢,通常翻译成肯定,一定怎么怎么样,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有把握的推测,几乎接近于事实的,而这个may呢,是表示,哎,有可能是这样子,但是并不是那么的 确定,因此呢,请大家注意,标注一下,may表示推测,可能性比must小,但是呢,用法一样,那说到用法一样的,大家可以回想一下,must可以推测现在,用must do加动词原型,对吧,同样呢,must还可以推测过去,用must have done,哎,后面可以加上一个完成的这个结构,所以呢,一样的道理,may也可以推测现在,may加动词原型do,may呢,也可以推测过去,用may have done,哎,表示可能过去怎么怎么样,所以注意,推测现在和推测过去,那这两个用法呢,在我们课文当中有了, 非常非常好的体现,课文的前两句呢,是这样说的,你看第一句话,the play may begin at any moment as that,注意这个词组,at any moment,表示在任何一刻,在任何一刻,简单来说就是答字,随时,对吧,他说啊,这个戏怎么样呢,may begin,随时可能会开始,注意,就是我说的,as that,我说的,对吧,我是推测这个戏,现在可能随时会开始,所以推测现在,用的是may begin,may加动词原型,好了,但是呢,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去的,另外一个朋友可不这么认为,那另外一个朋友怎么说呢,it may have begun Susan already,Susan answered,Susan怎么说的呢,她说这个戏吧,may have begun,推测过去,可能过去就已经开始了,注意这个词,begun,原型是begin开始,对吧,过去分词把I变成了字母U,所以变成begun,好了,may have begun,可能过去就已经开始了,所以大家观察一下,课文的这样的话,发现了吧,两个人有两种不同的想法,一个是推测现在,可能开始了,一个是推测过去,可能就已经开始了,所以分别使用的就是may do,may have done,推测现在,推测过去,好了,这个在我们有了第17个must表推测的基础上,再来讲解这个 词组,大家会觉得非常容易,我就不多追溯了,好,接着往下说,may这个形态动词除了表示推测之外呢,她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就是什么呢,就是表示请求允许,我特意在这里给大家加了一个问号,表示她用在疑问句当中,那may这个表示请求允许的时候,通常翻译成中文的可以吗,哎,想要争得对方的允许,对吧,但是呢,注意,may这个词在疑问句当中表示请求允许的时候,有一个特殊的限定条件就是,她只能接主语I,也就是说在疑问句当中,她只能问我可以吗,may I, 那我可以说,老师呢,你可以,她可以怎么办呢,换其他的词,我们待会讲到,所以注意啊,这个may在疑问句当中,基本用都是may I,may I do something,比如说我可以进来吗,may I come in,may I,哎,注意啊,只能接may,may I,那你请求完允许之后,如果对方答应了呢,哎,这个时候如果在陈述句当中表示允许可以,注意,这个时候可以来标注了好几个主语,为什么呢,就是要告诉大家不限制主语,你说我可以I may,你可以you may,他们可以they may,随便,所以呢,记住在疑问句当中,may I, 固定搭配,但是在陈述句当中表示允许可以的时候呢,不限制主语,都可以,好了,你看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,may I come in,我可以进来吗,注意只能用may I,另外一个人说了,you may come in and have something to drink,哎,你可以进来啊,然后再喝点东西吧,哎,所以在这里大家看,陈述句当中主语是没限制的,you may,可以,嗯,好,所以呢,我们总结一下,大家会发现,may这个形态动词,一共有这么三种用法,首先可以推测,推测现在推测过去,对吧, 然后呢,可以在疑问句当中表示请求允许,也可以在陈述句当中表示允许可以怎么怎么样,好了,这三点用法,那刚才呢,给大家讲过了may这个词的三点用法,同理可证,也可以用在might这个词的身上,因为may和mat,他们俩是一组词,那这一组词may和might有什么区别呢,注意,大家可以从两方面理解,第一个就是may 可以看作为是现在的,而might可以看作为是他的过去,所以呢,may表示现在试探,might表示过去的试探,这是第一种理解的方法,好了,除此之外呢,还有第二种理解的方法,就是在情态动词当中,may和might可以都看作是现在,这个时候might不表示过去了,那他不表示过去表示什么呢,他可以表示现在的更委婉的语气,这个我之前在第17课当中也给大家强调过,我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,注意啊,may和might这俩一组,别忘了啊,might可以表示might的过去, 也可以不表示过去,只表示现在的更委婉,都可以使用,对吧,因为情态动词呢,本身说到这个情绪态度,这个语气委婉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,所以大家千万别忘了啊,他们俩是一组的,可以表示过去,也可以不表示,好,关于这个may这个词呢,我们就先说到这儿,那来吧,咱们接着看回课文,课文当中前两句话呢,非常经典的阐述了may的推测现在和推测过去,哎,两个人要去看戏,那到底怎么样呢,开没开始啊,I hurry to the ticket office,画上Hurry to the ticket office,匆忙的感觉这个售票处,然后呢,问了这样一句话,May I have to tickets please, I asked,may I have,画上,刚讲过了,这是那种用法呢,请求允许,我可以,买两张票吗,对吧,有两张票吗,就表示买两张票,对吧,然后你看对方怎么回答呢,I'm sorry,we've sold out,the girl said,哎,很抱歉,我们都卖光了,we've sold out,这个pve,其实就是we have sold out的缩写,have sold out,现在安成试,表示现在的事情都卖光了,对吧,注意sold,原型是sell,s-e-l-l,哎,我们都卖光了,Susan exclaimed,what a pity,哎,多么遗憾呢,圈起来, 我们在第二课当中给大家讲过,感叹名词用what,对吧,其实全书当中这个what准处的感叹剧,一共就三处,这是第二处,第二课当中讲了一个what a day,多么的一天呢,本天就讲了一个what a pity,多么遗憾呢,稍后54课当中还有一个what a mess,多么乱,咱们稍后再说,所以在这里呢,你看,what a pity,Susan exclaimed,她大声说,哎呀,真遗憾的,没摆到票,是吧,just again,a man hurried to the ticket office,哎,正好在那个时候,恰好在那个时候,恰好在那个时候,一个男的重回了手标处,是吧,然后她说什么呢,can I return the tickets, 我可以退回这两张票吗,注意这个词can I,来,那咱们接下来呢,就来说一下这个情态动词can,好了,刚才呢,咱们讲过了may,有三种用法,对吧,can这个词呢,比他还多一种,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啊,首先看这个情态动词can,大家最熟悉的呢,就是它表示能力,能够怎么怎么样,对吧,比如说我们经常在鼓励一个朋友的时候会说trust yourself,为什么呢,哎,为什么要相信你自己呢,you can do it,你能够做这事,相信自己就好了,trust yourself,you can do it,你能够做, 好了,这里can do就表示有能力做某事,这是情态动词can的第一种用法,那接着往下说,can这个词呢,它也可以表示请求允许,可以吗,那有个人说,老师刚才那个may就表示请求允许啊,对,但是差别在于什么呢,may只能接may I在一问句当中,而这个can呢,随便接任何注意就行,你可以说can I,can you,can they,随便,嗯,那除了请求允许之外呢,他在陈述句当中表达答应了,也可以表示允许,对吧,好,注意不限制人称, 比如说,我们经常在口语当中,尤其是在什么呢,在服务场合,比如说大家去买鞋,买东西,或者是去餐馆吃饭点餐的时候,这个时候呢,服务生或者是销售的店员,经常会走到你身边,非常礼貌的问一句,说can I help you,can I,这个n和i可以连读,可以直接连读成can I,一样啊,can I help you,也可以连读成can I help you,can I,can I help you,对吧,我可以帮你吗,哎,或者是也可以说成what can I, what can I do for you,what can I do for you,what can I do for you,对吧,所以在服务场上会说这个,哎,我可以帮你点什么吗,对吧,这个时候呢,哎,另外一个人就回答了,you can help me to find my size,哎,你可以帮我,这个找到我的这个尺寸大小,对吧,比如说我要是这个尺码的鞋,哎,所以在这里大家看,请求允许和允许,你可以帮我一下吗,就是这个,注意,服务场所经常会到这两句,can I help you,what can I do for you,对吧,我们帮你点什么吗,嗯,好,那除了能力,除了请求允许和允许之外呢,can这个请善动词,还可以表达, 表示推测,但是他表示推测呢,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,就是他不是用来推测可能的,他是用在否定句当中推测不可能的,可以用 cannot,can't,也可以用 couldn't表示不可能,比如说在生活场景当中,哎,我碰到了一个人,我说,哎,那是不是他呀,对方就跟你说了,说不是他,he is abroad,他在国外呢,it can't be him,哎,不可能是他,所以can't be him,不可能是,哎,用的就是这个,所以注意,同样表示推测,人家 must,最有可能性,那也表示可能,他是最不可能的,所以同样表示推测,这是否定的用法,这是关于这个,好了, 那刚才就给大家讲过了can这个词的四种用法,能力,请求允许,允许,哎,还有什么样的推测,不可能,好了,那咱们刚才讲过了can的用法,请注意,对你的could的用法是一样的,那can和could的区别呢,跟我们刚讲过的may和might是一样的,就是could,可以表示can的过去,这是第一个,第二个呢,就是could也可以不表示过去,它只是表示比can更委婉,也比表示现在的更委婉,好了,那咱们呢,讲完了can的用法之后呢,咱们看回课文当中,哎,有另外一个人冲回去了售票处,对吧,我觉得这事有戏,然后呢,我就去了,can I return to to tickets,he asked,这个男的冲回的时候,我问,说,哎,我可以退这两张票吗,can I,注意,在这里呢,就是表示请求允许,我可以退这两张票吗,然后呢,certainly the girl said,当然可以了,哎,你看人卖票都痛快是吧,那我一天有,有退票了是吧,哎,这事有门,我赶紧冲回去了,I went back to the ticket office at once,我立刻就回去了,go back to,表示回去哪里,at once,立刻马上,好了,这个时候我就说了,哎,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,please,人家不知道退两张票吗,那我买了两张行不行, 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,please,我可以买这两张票吗,然后这个女孩说什么呢,certainly the girl said,当然可以了,你看人退也挺痛快,买也挺痛快是吧,好了,那在这里呢,我想给大家比较一下,你看啊,刚才那个要退票的人,他说的是,can I return,can I,而这里呢,我要买票,我说的是,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,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,这个can和这个could实态上有差别吗,没有,这里这个could也是表示我现在可以买了,对吧,所以这个can和这个could在这里实态上并没有差别,都是说,就说,就说, 当下那个时候的事,那为什么一个用了can一个用了could呢,这个时候就体现了语气上的不同,你看人家手里有票,我想退,can I,对吧,而我手里没票,我迫切的心情想买,那你是不是说起话来就更客气啊,对不对,哎,你带着跟别人商量的这个语气更委婉,更客气,因此用什么呀,could,所以在这个情况下,大家会发现这里面这个could其实并不表示过去,而是表示现在的更委婉的语气,因为语气当中用客气,更容易怎么样呢,哎,求得别人的帮助,对吧,哎,本来就没票,你赶紧跟人商量了,就是,好了,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,please,哎,我可以 可以有的两张票吗,你看,他不光用了could表配吧,还加了一个please表配吧,看出来了吧,非常的客气,然后呢,这个售票的姑娘怎么说呢,situally the girl said,当然可以啦,可以吗,你呀,但是,but,你说但是,大家先就两个半截了,是吧,but,therefore next Wednesday's performance,不是今天的,是下周三的表演,do you still want them,你仍然想要吗,那你看,我怎么说的,I said sadly,我非常伤心的说,I met as well have them,请看话上,met as well, 它就等于may as well,一样的意思,那什么意思呢,may mat表示可以,as well表示也,我可以也要了吧,大家一听这个语气就知道了,是非常兴高采烈的,还是很勉强的,一定知道,哎呀,实在没办法了,我可以也要了吧,所以在这里,哎,这个may as well,mat as well,表示怎么样呢,哎,表示也可以吧,表示不妨试一下,不如试一下,它其实意思叫什么呢,就是推而求其次的一种选择,就是没办法了, 退一步,那就得了,就这个凑合一下吧,所以呢,它就是表示免为其难的,凑合着接受,不妨试一下,不如试一下,可以也行吧,就这个意思,所以以后呢,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想表示一种很无奈的选择的时候,没有那么高兴的选择的时候,都可以用这个met as well,may as well,可以吧,哎,这是关于这个,好了,这个呢,大家简单了解,重点还是要掌握may和can的用法就可以了, 好了,以上呢,就是本篇中文的主要内容,非常简单,就是关于形态动词may三种用法,can的四种用法,大家重点掌握,好了,非常感谢各位同耐心聆听,我们待会儿拓展环节节,我们的情绪态度的含义,对吧,因此呢,在这个中高考啊,包括四六级考试当中呢,都经常会出现形态动词的用法,那接下来呢,我们就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,看到不同的用法,首先呢,我们先来看一下中考真题,大家会发现难度是一次增加的啊,看看这个,with the help of the new technology,you email your friends by mobile phone, 啊,在这里,with表示伴随,伴随着什么的帮助呢,new technology,新的技术的这个帮助,然后你怎么样呢,email your friends,给你的朋友发邮件,在这里email呢,是名词当动词用,就是表示给朋友发邮件,因为本来它是名词邮件的意思,对吧,这个大家发现名词动用,其实生活当中也很常见,比如说我说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吧,那你去百度一下,百度一下,不就是把百度名词当动词用了,对吧,音乐当中呢,就是用google it,用google,谷歌这个词,来作为动词表搜索,其实都是名词动用,这里呢,就是把email名词动用了啊,你可以给你的朋友发 发邮件,通过什么发呢,by,通过什么方式方法,mobile phone,表示移动电话,也可以用cellphone,cell,加上phone,因为cell表小单位的意思,所以小单位电话也可以表移动电话,mobile phone也可以表移动电话,好了,那这个句子咱们看懂了之后,大家看一下啊,伴随着新技术的帮助,然后you怎么样email your friends,看这四个选项,a can,能够,b must,咱们之前的17个学过了吧,可以表推测,可以表必须,对吧,c选项need表需要,c选项是表应该,那大家看一下, 这里是你怎么样给你的朋友发邮件呢,那很明显啊,就是有了这个新科技的帮助,你能够发邮件给你的朋友,所以应该选哪个啊,a选项,you can email your friends,表示能够做模式,有能力做模式,这就是a,中考生气,好了,咱们再来看一道题,have you decided with senior high school to choose,哎,你决定了这个去哪个高中了吗,not yet,还没有呢,I go to moonlight school,那大家想,我还没决定呢,那说我确定肯定要去吗,我必须要去吗, 应该不是,所以肯定不能选must,对吧,然后呢,你看b选项may,c选项need,需要,c选项需要,应该,那大家看一下,哪个意思比较合适啊,注意,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词,就是not yet,还没决定呢,换句话说,就是我有可能去,但是没有确定,那有可能用哪个词呢,a可以选择,b选项may,i may go to moonlight school,那可能会去,不是我需要去,也不是我必须去,对吧,是我可能会去,所以选择b选项may,这个也是中考生气,好了,那咱们再来提高一个难度, 咱们来看一下高考的身体,how's your new babysitter,babysitter的意思呢,就是照顾婴儿的看护,对吧,或者我们中文说的这个什么,比如说,专门照顾婴儿的保姆啊,什么,就叫babysitter,接着看,we ask for a better one,我们要求一个更好的,or our kids love her so much,我所有的孩子都非常爱她,那问大家,既然所有的孩子都很爱她,那你说,我们是要一个更好的,还是不要更好的了,大家看,到底是哪个啊,哎,很明显是吧, 这里呢,不是说我们应该要更好的,我们这个就已经很好了,所以呢,就是说什么呀,哎,我们不能要求更好的,这个已经最好了,所以在这应该选哪个合适啊,私立选项,couldn't,哎,我们不可能要求到更好的,这个就已经最好,所以用的是couldn't,不能表示否定,对吧,好了,那咱们再来看一个高级的二题,这个是来自于四级的翻译真题,this TV program is quite boring,哎,这个电视景挺无聊的,we might,我们不妨听听音乐,那你看这个无聊,那怎么样呢,哎,我换一个选择呗,换一个选择,对吧, 虽然说也没有那么的轻高采烈的高兴,但是也可以试试看啊,对不对,哎,那不妨听听看,那met,什么表示不妨,不如试试看,哎,推而求其次的选择可以怎么说啊,we might as well,听音乐呢,listen to the music,当然可以调过来说,we might listen to the music as well,也是可以的,注意这个as well,放前方后都一样,OK的吧,注意met as well,may as well,表示不妨怎么样,不如怎么怎么样, 哎,做一个尝试性的选择,OK吧,好了,以上呢,就是本篇课文的这个主要内容,给大家进行一下扩展,情态动词,在中高考,四六级当中,都是经常遇到的,好了,那本篇课文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动词呢,没那么多,以前呢,我们都学过好多了,本篇课文新出现的就一个,sell表示卖东西,过去是过去分词,分别是sold,sold,好了,以上就是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,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,我们下个课见,拜拜。